彼此彼此彼此在哪呢 诶 找到彼此了 彼此 这是你们东西啊 妈 我没跟错了 这个龙头彼此就要坐面了 可是桌子底下啥都没啊 他的心里在哪里啊 你以为贵哥的好吃的都藏在这里啊 这些拉丝团可都是我的啦 嘿嘿嘿 哇塞 贵哥的小山真的喝水啊 他都拿走 玩一回 啊 小山呢 怎么不在他的屋里啊 我买了拉丝团怎么也不见了 嗯 原来是他们两个高的鬼 小鱼和小鱼竟然偷吃我的零食 偷玩我的小山 看来必须得给他们一点教训 好久都没有整顾过他们俩了 我们手都有点痒痒了 看来得就是我珍藏已久的整顾神器啦 这次咱们父亲有3D的 还有立体的呢 小伙伴们先跟着我一起去布置一下吧 首先我为他们准备的第一份惊喜 就是蜥蜴人 这次我要把它贴在开关边上 这样他们要是想来按开关的话 就会被吓到逃跑啦 为他们准备的第二份惊喜 就是这个凶龙的霸王龙 这个龙呢我要把它贴在门上 这样等一下他们俩想跑走的时候 看到这个霸王龙就又会被吓哭啦 最后这个是下黑夜中可以发光的狼 看我来想想把它贴在哪儿呢 有啊 小鱼被吓哭以后 它肯定会躲到桌子底下的 咱们就把它贴在这篷子底下 就贴在这篷子吧 嘿嘿 在白色的桌子上 咱们再来个立体的龙 怎么样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像从桌子里钻出来的呀 现在一下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那时候要防止他们两个看出来 这些立体消化都是假的 我决定把家里的灯给关上 这样就能在黑夜之中 把他们两个给吓一跳 关灯 哎呀干嘛 怎么突然停电了呀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对了 旁边本来有两个蜡烛 还好家里还有蜡烛 咱们赶紧去找家里的开关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停电了 我记得开关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在哪儿 哎 我好像记得就在这里 为什么好像突起来了 这应该就是开关吧 小鱼 我找到开关了 就在这儿 哎呀 小鱼 这什么灯啊 小鱼还堵着谁动呢 好像要从墙里爬上来了 小鱼太恐怖了 我们还是出去吧 赶紧去找门 赶紧去找门啊 快点 小鱼快点 凭我的工作本 前面肯定有门 我怕呀 怎么可以出去吧 我怎么能不敢看着你们 你也在这儿 我动机在那边 一起来开门 三 二 一 哎呀 这人是什么 好像是找了青牙的东西 这不是太清楚了 是胖子的 这里怎么会有暴牢龙啊 看来我们是出不去了 怎么办啊 哎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什么呀 你快讲啊 我们还是整个地方躲起来 得听到就好了 你出去 你真的躲在那儿 你给我来 宝贝啊 你慢一点啊 我怎么怎么办啊 坐着干嘛 就躲在桌子底下去啊 桌子底下肯定很安全啊 你先进去 你先进去 我说话很安全啊 喂 里面有东西 怎么怎么啊 里面有头狼 你看 我觉得桌子底下 怎么会有狼啊 要不是亲眼所见 天真不敢相信啊 太诡计了吧 吓得我都渴望 我得喝口水咽下机 我记得桌子上 那好像有杯子啊 我也要喝点水了 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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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呢 哎 找到杯子了 别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那 我没看错吧 这个人在桌子底下 最练了 可是桌子底下 啥都没啊 他的身体在哪里啊 这里太诡议了吧 你也不愿意下飞了啊 小鹿呢 小鹿去哪儿啊 小鹿 别害我 我已经下雨了 小鹿也偷拿我的东西